第四位立法會議員 Jason哥哥 我們其實還是承接著時事話題 準備好 你有什麼想說 我先跟你 開場 很明顯地和美國大選 一件很息息相關的事 就是這四位立法會議員 包括梁繼昌、楊樂橋、郭家麒和郭榮鏗 被香港政府取消了議員資格 這次和以往的取消議員資格很不同 這次人大講得明白 我們是應香港特別行政區要求 所以我們允許香港特別行政區 可以因為議員在報名參選時被取消 可以取消他們 有沒有留意推來推去 賊婆說是中央決定他 中央就說是賊婆決定 林鄭月娥是特首要求 他又不承認 不要管他們 這隻禍就 一起揹上他 現在叫做 DQ了 那就引致 引致民主派終於 集體走人 對 很辭職 終於行 終於行 這樣就很明顯 這件事其實很多人都沒有期望過 因為最初被他們延任 就是沒有說不讓這四位 之前在立法會選舉被DQ了這四位去做的 誰知道最後是要DQ了他們 明不明我覺得裡面 還要他們本身都沒有什麼特別是違反了 即是在議會裡面 他們點人數或者什麼 其實他們都沒有違反到任何的法律 法律這句是很有問題的 包括特首有什麼權刊獻 然後disqualify他們 沒有啊 沒有這件事 其實沒有根據的 突然間有這樣的權 還有 理論上可以JR 但是可能官員都不想理 搞了這樣的事 人家都走了 JR都免得 即是法民 可能根本就不申請JR 但是整個法律這句的邏輯 就依然是陳盟毅 親中的 這個我的老友來的 Piet Pi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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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一刻我忘記了 這樣 他都說 邏輯上有問題 即是 人大那個缺氧沒有授權利 DQD 嗯 但問題 這些邏輯問題 本來是很好的翻盤 現在就 你明知政治理由 就無謂翻盤 直接走就對了 這樣 我們很高興 即是我很高興 很welcome 法民終於 嗯 醒覺了 是 離開這個 即是這樣的 烏煙帳氣的立法會 這樣 那是好事 不過有一樣 其實跟這個叫做 很多人的觀察 就是認為 這樣 今次事件其實緊接於 或者其實都不知道哪些事 哪些事 但應該是這件事先的 嗯 就是中共之後呢 很快就承認了 即是 不是承認了 純粹就是祝賀拜登 和何錦麗當選 美國總統 和副總統 看看你的看法 我剛才吹了很多 這樣 很多人都覺得 這件事是涉及 一個試水溫 就是試一下 美國會有什麼反應 而很obviously 美國的反應 都 如果 將他去承認 例如 他就說台灣 從來不是中國 或者是暴犯這類事的話 那很明顯 美國的反應是非常大的 但是 對於 這四個議員被DQ 其實所反映的 其實更加是 他無端端轉了策略 即是他最初呢 其實 去給了一些民主派 去留在立法會 對中共其實是很有好處 即是他可以讓你留在這裡 即是他本身 他以往都有DQ議員的前科 他現在是可以突然 被人去留下 去繼續留在議會 拿他的資源 即是 我喜歡DQ這個 這樣 最重要是你不要做多聲器 這樣 這樣他就控制著環境 是的 但現在不是 你DQ一個是走青 這樣他就控制不了 是的 需要這些人在這裡做事 所以是嚴厲演習 即是我們見到 例如謝偉俊 他就說 真的辛苦了 我之後我都要扮一下 反對派的角色 即是 以後議會裡面 沒有了民主派的話 即是 林立會的人都是這樣 啊 劉江華都不知道 我們都好 什麼的 罵到那些官員 什麼的 即是 林立會都不是很欺負 這樣 歷史知道了 這樣 也知道 顯示 即是你這幫民主派 太懶散了 沒有什麼建樹 但不要試著罵人 當做了事情 現在沒有了你 原來都可以的 這個都是問題 都是問題 都是問題 憑什麼要你回來 不用了 一樣做到委任議員 一樣做到你們的工作的時候 你就不重要了 嗯 不過值得注意的 就是說 這個叫做 香港的政黨 其實在以往 例如一些 大規模一點點的政黨 例如民主黨 或者公民黨 這類 其實他們是 在 例如黨部上面 其實是積聚了很多資源 這也是為什麼一些新的政黨 這麼難去取代 舊有的法民大黨 即是所謂的 關係 資源 對嗎 起碼一些辦公室 制度 都有在這裏 有一個框架在這裏 但是沒有了這些資源 其實是 很有機會 造成了 跟著民主派的 一個內部的循環 這個就是你 有些特別 引起我都 興趣的地方 你有什麼特別的禮法 這樣 當時的 林立會 其實 回顧一點點的歷史 可能各位觀眾 都未必會知道 當時林立會 最後是有 民協四個人 是 民協四個人 加入了林立會 我認識的 四個都是我 黨友 跟著 民主黨 就拒絕了加入 林立會 其他都拒絕 只有民主黨 其實香港只有兩個民主派政黨 不是三個 就是港同民 民協和太平山學會 但是太平山學會 和港同民 就很快 入慶了 入了 匯點也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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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已經入了 所以變相 其實我只有民主黨和民協 民協了 民協了四席 都不少的 四席 當時好像只有民主黨十六席 是二十席左右 二十席 應該是二十席 有些工人組別 好像麥凱華 或者 都是民主黨的 是的 基本上都是民主黨的 工人組別那些 獨大了很多年 那時候也是獨大 那我陣呢 就林立會那時候 民主黨是沒有了 所有議會的資源 因為其實香港是沒有政黨法 那些政黨只是公司來 那他們要去找資源 其實一定要靠著議會 那他們當時呢 一下車 是沒有 一時間就沒有了資源 那剩下一些區議員 那但是帶來的資源也不夠多了 那他們那時候呢 首先就要我二十幾個議員 那就是要遣散他們的員工 要遣散他們 要關閉office 關閉很多不同的事情 對啦 那到最後呢 就是連個總部呢 都是需要做人裁員 那我想有幾位總幹事 好像有兩位呢 那到最後 只能夠留下一位的 因為實在是太過資源緊絕了 那情況呢 要去到00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呢 情況才有所改善的 就是當時他拿回 一共民主派 我連繫六十席裏面 拿了二十席裏面 是的 我就是選舉委員 就是啦 那其實是這樣 一個議員呢 因為要做很多事情 那他有理由就要 就要遇一筆錢給他請人啦 那十幾萬的 那十幾萬都已經請到很多人啦 六七個啦 我平時租業啊 什麼都可以 那樣 那些人也可能是幫黨做事啦 嗯 也要做黨的那些研究啊 政策啊 這樣就會是很有著數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一定要呢 嗯 其實是很有彈性的 是很有彈性的 就是譬如我那時候搞文業 開頭呢 沒有任何資源的 全部都是義務的 這樣都搞了一個 第二大黨出來的 嗯 就是 錢呢 不是決定性的 就是我只能夠這樣說啦 當然 現在他們是問題的 那還有很多人打開工的 就不能打啦 那要轉工啦 那可能 可能已經益了你啦 本來你不應該留在這個行業 現在給了一個機會 你可以離開這個行業 如果這麼喜歡的 適當時間回來啦 嗯 人生有時候是這樣的啦 喏 因為當時呢 王Sir 我則我年代的文協呢 嗯 其實都是有一幫很有熱誠的年輕人 去做出來的 嗯 但是很明顯 我那時候就算沒有資源 但是有熱誠的話 都可以創造出資源 創造出價值出來 嗯 但是現在的民主黨 以至公民黨 尤其是民主黨 其實他們是 即現在是 很明顯地 這個是 客觀事實 他們都承認的 就是整個 黨其實是老化的 就是一般的年輕人 其實 可能他們是會加入一些 年輕的組織 一些 可以實現到他們理想的組織 並非一定是民主黨 那麼他呢 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 就是當時 如果一 就算是沒有資源也好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出來 但是如果現在的話呢 一無資源 其實 基本上香港現在整個政局 其實是很不穩定的 而且我們的政黨 例如公民黨 公民黨本身都是較為溫和的 但是我們都看到 政府照樣要開他們到的 就是我們看到 楊樂橋 郭家琦 郭榮鏗 郭榮鏗 他們就不用擔心的 他們都不做基層的 所以他們沒有基層的 所以他們沒有基層的 一個半個 是的 不放錢進去基層 就不開辦公室 所以他們沒有什麼事的 他們立法會那些 不用上班呢 他們的助理 遣散座呢 那對齊的政局永遠 但是相對於民主黨呢 幾十個 擴充了 嗯 又不是這麼大的問題 因為其實他們 區議員每個人 就是 自己養賣一群人 暫時是不受影響 那 區議會那裡 本身民主黨 現在有八十九席 尹兆堅是區議員 林卓廷也是區議員 就是他們自己 還有一個區議員的辦事處 那些人 既然你有八十個 那其實那些 就是肯降下格的 那幾個議員的助理 肯去基層那裡 可能事發事發 都可以找到位 有生計給他們 那他們會比較好 民主黨 就因為有做基層 那有這個好處 工黨也是 工黨 沒有一個 章子豪 問題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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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安插一些人的 那民主黨籌款能力也強 嗯 不過 民主黨 他有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其實 之前呢 是搞了很多 例如傳單 那樣 就說明呢 是要留守議會的 那很遺憾地 那我的傳單 我剛才所說的 很多的這些想法 其實現在 在他總辭之後 其實是形成了一個矛盾 在那裡 什麼矛盾 那這樣的 那這幅 很經典的一個 我相信各位觀眾呢 這樣就未必看過 即是如果各位觀眾本身是 住在公屋的話呢 那相信呢 各位是有機會 收到這份傳單 但是呢 其實這份傳單呢 李國倫議員呢 都在Facebook上轉載了 那我覺得 各位觀眾呢 其實是可以去看看的 那這幅傳單 其實就是三版 這樣就很簡單 這樣呢 就講到 這個叫做 這個標題就叫做 衛議會留一線光 這樣 就跟楊雪瑩 所謂的 留一線光 口號呢 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是這樣的 那大家上網搜尋 衛議會留一線光 就會看到的了 那當然 鏡頭就未必看到了 那 不過 對 總之 就好像很帥 嗯 可能可以 移動近一點 對 等於移動一點 對 這一幅 這一幅很出名的 因為這一幅 其實都 這一份 其實都很具爭議性的 對 大概 因為大家都應該認得 太出名了 這一幅 這樣的 為議會留一線 很大的字 對 寫著 堅守議會 對 議會戰線 留一線光 這樣 留一線光 我看到 是的 留一線光 這樣呢 當時他就是要正確 為什麼需要留在議會 這個是李國良議員在9月4日轉載的 公開post 即是他們合理化 他們留下 沒錯 那就要 面對極陪 無怨無悔 棄手就輸一輩 每條惡法 極速通過 那現在怎麼辦呢 接著現在 那現在怎麼辦呢 棄手了 那就還有很多明日 大如 萬一公刊島下海 健康馬 私有行蹤被送中 大灣區特別選舉被操縱 全面抽後算盡 但是這些事情其實 是不是 最後又不實行呢 或者最後他們 最後可能不敢實行的 是 沒有你們做花瓶 他好像充分反映反對聲音 那怎麼辦呢 那極陪東過 會不會怕暴動呢 或者是怕被人說 是不是 可能更尷尬 你們不在 就不見得方便了 你們在那裏做反對聲音 那就好看 對嗎 嗯 那這樣呢 他這一份這樣的宣傳 無可否認 他只是 他呢 我看那份宣傳那裏 應該是用 就是陶錦新和鄺俊宇 他們作為超級區議員的身份 去發 因為我看到他下面 最下面那裏的聯絡呢 是寫明陶錦新議員 鄺俊宇議員 因為他們是全 他的選區就是全港 所以 會用他們的身份來發 但是 很明顯 公民黨 或者其他的民主派政黨 或者專業移政 他們是沒有強調這一點 但是 民主黨強調了這一點 就是說 例如 三線共同施壓 最終阻止逃犯條例通過 但是其實 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關係呢 就是 就是 三線互補缺一不可 但是 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靠三線互補 是一天 partner 但是問題 是不是真的 和他 justify 到他留在議會呢 這件事情明顯是一個 那現在就 變了 是沒有了這個話題 就是 五英五應該是留 因為他已經走了 是啊 那現在就很明顯地 已經是 這個論述已經沒有了 因為他也不留 也沒有這個論述 很明顯 這件事情 對於民主黨 將來 陶謹申好像還說 還要考慮 是不是再去選舉 還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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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總是 總是認為世界沒有他不行 總是 那些人又 見慣他 又喜歡投給他 嗯 即是 不會 不會主動 見到新人 就投給新人 我想下一次 會有些不同 因為是比較代表 很多人都投給了新人 到時候 他又會出來 開記招哭 陶謹申 上次也是 轉超他不夠竅 哭 哭 哭回來 唉 香港人真的太好了 對他們 平庸好 本身邪惡好 做到很過份好 當看不到 結果到時候 到後又會投給他們 保證他們繼續在這裏 賀奈 那 我猜 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其實 這個叫做 整個民主黨這個系統 這樣 他去 做這些傳單 即是流一善光 或者 他一個 自行 去做 雖然 他的關鍵其實 是他整個黨部資源 都是很 建基於整個議會上面 基本上 他是要靠議會的資源 來去 保持他整個系統上的平衡 而且另一件事情 就是 但是 我的這樣的議會 其實 我們看到初說的結果 年輕的政黨 或者一些 可以 有一些 創建性的想法 或者一些政黨 例如 眾志 或者 以前清淨的那班 或者一些 學界那些 其實才會 拿到一些 在沒有什麼資源下 可以 拿到他的 知名度 或者什麼 即是他們本身 例如我就是 任偉晶 其實他是 當然沒有資源 知名度一定低於民主打扮 但是他是 一樣可以選得上 那麼 這樣的趨勢 是無可否認 之後 在一個政治環境 更加嚴峻的情況 是很可能有更加多一些 沒有什麼知名度 甚至乎 沒有人懂 沒有任何底的 去參選 如果政府沒有DQ 到他們 其實他們是很有機會 去取代到 這類傳統的民主派政黨 即是說 那些 建制派的那些 柴仔 包括劉雪街 就說 你們這次 辭職 可能小時候 不能回來 我真的拍了手掌 如果是 就好了 有什麼重要性呢 真的千萬不要讓他們回來 全部不要回來 那有沒有人代替他們呢 你喜歡舊人 就選民主黨 有這麼多區議員 公民黨 沒有什麼 但是公黨有很多區議員 公民黨 也有三十幾個 也有三十幾個 公民黨 有很多新的區議員 公黨有 民協也有 公黨是七個 然後民協是十九個 新紅白是十八個 很多 就是 有些大哥在那裡 他們個人認識 就是掩藏了 其實個個 不少聰明的人 就是年輕一代 是不是 評論界都好像是這樣 都有新人出現 沒有說不可以代替的 問題是 你總是見到那些 他又肯出來 又要出來選 那你就要投給他 如果 共產黨這麼好 幫我們趕走他們 非常好 新人有新的 氣象 有新的 作風 今年的區議會 就知道了 生猛了很多 以往舊的 那些 不是民建聯的翻版 大家做同一件事 你學我 我學你 沒有任何 有創建性的 很多都是 守成 守著原本有的 做開這樣 就是這樣 是嗎 邪西餅總 就是最重要 鬥勤力 是嗎 要是鬥 突然說 做個小花 做個帥仔出來 但是黨 就盡量找些小花 帥仔出來 這樣就贏了 這樣 你是這樣 民建聯也是這樣 真厲害 所以永遠都是 激發不了 一些人去投票 因為這些都是一些很舊式 以及很樂趣 都是這樣 去年難得有一個這樣的創意 新人可以出頭的機會 嗯 這個 打破這件事情 其實是 由偉晶和梁仲恆過一次選舉 那次我印象很深 因為我走到街上走 見到他們那些人走過 或者那些車經過 那些人全部都是學生 很年輕 很明顯 因為又不是特別 有什麼組織 不過他們就一康熱城 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嗯 選舉的那些基本技術 不過是那幾招而已 程駕板啊 Danner 那些 他們不用 不難 很快就學曉 於是 一些這樣的素人 平平白白出來 直接進去 要會 雖然 不能做 但是他留下一個 歷史的 例子 就是可以做一人議員 就不做的 都不要緊 是吧 那個肯定是一個重要的 是 抗爭 那個就真的是 那些議會 那些人做了一輩子 都沒有一次 這樣的例子 給你看到 他們做了一陣 一個月 幾天 就留下這個 歷史的鏡頭 歷史的印記 各有各的精彩 不是 這些才是精彩 你問我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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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精彩都沒有 看得悶 看得厭 現在還要在那裏開會 我走了 我走了 在那裏開記照 拉BANNER 你見到拉BANNER 在二樓 有了 我想一些新的方法 人家在太平 人家在獅子山上掛 都要摸危險 你在辦公室拿出來掛 做了想收回 還做了這麼省工夫的事情 這麼沒有創意 這麼沒有創新的事情 怪不得政治是這麼低迷的 很多事情 那其實 看回DQ 的規律 一定是DQ 就有些最有創意 或者最年輕的對線 因為對於我的 年輕的 其實就是 他會製造了很多 unexpected factor 就是人 或者任何 老共都是人 他們最怕的是 uncertainty 不確定性 年輕人本身就是 所謂有一句老眼 初生之熟 不為苦 他們 uncertainty 難聽一些 或者 irrational 他們就是會導致了 有很多古怪的事情發生 而這件事 共產黨一定不想看到 他反而喜歡做一些 以前沒有做過的 破製傳統 反而他的意義就不大了 其實新人是有兩種 一種就是創新的 一種就是跟著老人家的food path去做事的人 是嗎 現在也是 那大家要哪種呢 如果是一個太平城勢的 成全的環境 那當然是選擇 代代相傳的那些 但是香港是處於一個變局裏面 我相信 亂世出英雄 你沒有亂世 就不會有英雄出現 只會有政客出現 未必是壞事 所以 各位年輕人 如果有心 給了取而代之 有政治理想 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代 大家是出來 接著這個時代的重擔 開創一個新時代 開創一個新時代 開創一個機會 一套好似就是 當時殖民地政府那樣的排場 那些議員 可以在自己的名字前面 加了the honorable 尊貴的 讀議員 這件事其實是 當時英國 要優待的議員 當時英國是有所謂的 以華制華的政策 即是他管理任何的殖民地 都會去用當地的人 去管我這裡的人 所以一定是會給很多 榮譽我這些議員 或者很多這些公職人員 Logo 學點不學點 人家MBE OBE 他有大紙巾 同紙巾 最近又搬一堆給警察 即是銀英勇 銀英勇 銀英勇 什麼什麼 好了 還有什麼好事 你準備了 這樣的 蕭少土先生 寫了一篇文 講到什麼是議會抗爭 他就講到 其實真正的議會抗爭 在外國的黎智 真的可以捉進到 民主發展的 其實並不是好像現在這樣 進去議會拿資源 而是要通過選舉 拿到合法性 然後就算你之後 沒得做 被人DQ 還是怎樣都好 你可以用回你當時 在民意上的合法性 去得到不同國界 但是未必是你本身政府的支持 例如之前白俄羅斯 或者不應該叫白俄羅斯 因為我這裡的民主派 其實是不喜歡被人覺得 他們是俄羅斯的一部分 那就是Birdus 我這裡的反對派領袖 是被人DQ了 嗯 不能選 然後他老婆代他去選國會 不是選總統 這樣就是 當然是選輸 但是問題是被人質疑 他選舉舞弊 所以結果他就變成了 一個白俄羅斯的真正的代表 而努卡申科 在歐盟是不受承認的 歐盟是不認他為白俄羅斯的總統 認為他本身只是用作弊方式去得到政權 那這些東西其實 當然他在白俄羅斯的法律 他是選輸了的 他也絕對不是什麼合法領袖 但是至少他可以通過選舉 去拿到他的legicency 很多先例的 就是那些反對派被迫害 趕走了去議會 他又在街頭 在公園 設置場地 就在那裡 人民議會 搞這些事情 那 意思是這群 我們這群 見慣見熟的哥哥 阿姐 走就走 拍攝 拍照打卡走人之後 就沒有說下一步他們會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 當然現在又限聚了 限聚 我們 開會都變成了網上 如果他們搞一下網台也好 來這裡開咪也好 都叫做有件事做 他們什麼都沒有說會怎樣的 希望他們這麼有空 都要想一些事情做 不是要維持著自己的那個 以前很容易 因為在立法會開會 那些記者就暴定在那裡 政府官員在那裡 政府總部在那裡 所以其實有一對人 記者 你不做些事情給他們 都沒有什麼好報導 都很慘 天天要等工作 就是等開工 那現在就走了 那你就要各出其謀 吸引媒體 那你們就要開始用腦 不要說坐在議會裡面做什麼 哎 連酒的沙拉都還要在議會裡面 Say Goodbye 是不是 你們依附議會太久 真是毫無創意的那些變得 那現在 我又不怕 他們肯定要想一些事情 是不是 去獅子山嶺開會都可以的 是不是 封大在那裡不怕限聚 限聚都不要緊 你在那裡開議會 叫記者就在那裡 讓那些警察爬都想來 驅散你已經開完會了 是不是 想一下這些 是不是 找地方開會 大家加上網上 諸如此類 許冠傑也懂得開網上演唱會 是不是 就是你要做這些事情 想一下用什麼方法 保持自己的人氣好 保持你的政見可以發表 保持你的影響力 可以散出去 被人知道 怎樣也好 不要一 好像我那樣 退休了就下班了 想著怎樣 我希望不會看到一些 一個一個說 我去哪裡 我去讀書 我去移民 之類 是有些繼續抗爭的意識 還有很多人坐牢 承受著這個時代的風險 承受著這個時代的責任 希望你們這些議員 繼續抗爭 你厲害的領導 不然你也幫忙 是不是 不過其實看回當時 留一線光的傳單 其實我那份傳單當然 其實很多人都批評過 包括例如黃之鋒 我親自批評過那份傳單 因為那份傳單 在未經羅冠聰允許之下 引用了他的說法 有個小事 是啊 就說 進入與否都不會引來國際反彈 不會有任何國家政府政客 因為民主派延任一年 或者全面杯葛 而轉變對香港以及中國態度 那就和很多支持民主派延任的人 擺在一起 到最後 那些人是覺得 喂 豈不是你暗示羅冠聰支持你們延任 可能擺明是 你用別人吧 黃之鋒是那時候 或者羅冠聰也有出過聲音的 因為他沒有經過這件事 沒有問回他 找不去 他這份信息是出現羅冠聰的潮准 當然他沒有違法 是沒有違法的 有的 拿了別人的copy 也是違法的 不過這些人就是這樣 可以再討論 只不過其實 我真正有聚焦的就是 這個叫做外國棄手議會的慘痛歷史 民主派那份傳單就說到 委內瑞拉 你彈劾柴爾司公投失敗 又派別他們杯葛大選 惡法拜六倍通過 其實可以看到他們的mindset 其實是 建基於當時殖民地政府的超穩定架構 我就是他們的架構 是任何的法律都是恆之有效的 英國政府 其實很多的左派 很喜歡批評說 英國政府沒有給民主給香港 去年這條送中條內 是你們阻止到的嗎 是誰阻止到送中條內 是一百萬香港人上街嗎 而且就算是說他們阻止到 其實他們都是來自 就算說他們真的有阻止到 他們都是來自 一百萬市民選他們進去 支持你們 是的 所以其實越從來 不論是議員 其實議員本身 首先他們是香港人 他們是作為香港人的身份 而未必是跟議員的身份有關 其實當時其實殖民地 對於一個國家的殖民地來說 最重要我們要穩定 穩定就可以了 其他事情不要理那麼多 所以知道那些人一定要舒舒服服 這件事情就是 為何當時香港很多的社會體制 都是用了一套很維穩的方法 或者英國政府 都是很灌輸穩定的重要性 所以現在是藍絲 就是之前幫人助選 習慣了我們這樣 我很明白的 我一個一代的活過來了 不要說政治 穩定不要說政治 那時候 真是 我很有印象 真是有一個新聞黨的候選人 我的助選團 不要這麼政治化 請支持羅建勤 請香港繁榮穩定 繁榮穩定 不是說愛國愛港 是說繁榮穩定 很有趣 好 有沒有網友有問題 想討論 或者什麼時間 也差不多了 看看你想想怎樣 回答他 有沒有網友有問題 其實很簡單就是 這個叫做議會抗爭 其實不是 他真的去 未必是真的一定要拿資源 嗯 拿資源這件事情 僅限於社會 仍然是 議會是 不會有認受性的 是不會無緣無故被DQ的 即是如果政府 不論我是什麼政府 如果政府是不會做這些事情 那麼議會無可否認 是有一個拿資源 宣傳的基地 但在現在的狀態來說 議會其實更加應該是 拿回民意的合法性在那裡了 也是要說明議會是怎樣出來 論述上面也不應該聚焦在 例如議會上面具體一點運作 而是要說回 例如 他 文書 就說明是 一個所謂的法 即是所謂的 法律 快六倍通過 即是他仍然是想 議會怎樣令到 法案不通過 但其實人家如果已經可以 例如中共可以直接用人大 去立國安法的話 其實這類這樣的做法 其實已經是 不可信任的 已經是沒有這個 需要再去 快六倍通過 例如他強調 杯葛前217天 才審議到一條法案 杯葛後37天就可以審議到 但其實查韋斯 他要通過法律 最大把方法 只是他可以改用議會 但是如果你 把所有的資源 塞在議會上 去想怎樣處理議會 其實很容易忽略了其他事情 即是做事有分先後前 國安法有 有給你們有任何角色 沒有 那條一條頂一百條 你們其他做 其他做的也有作用 審議做得好好的也有 不過 即是很懶 據說有些監察議會的人 發覺你們都是 做騷擾就很勤力 即是慢慢去做些 做這些動作就相當疏懶 時事不開會 民主派 所以因為政治議題 蓋了這些 不是就應該追究他們那些 考一下勤才行 其實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他們有沒有機會 整個政治形勢來講 明明9月選舉 第一他們想不想回去 會不會回去 會不會回去 第二就是老共會不會給 好像劉兆佳說 不讓他們回來 他說 他認為 不是 中方是 北京沒有說過任何事情 你覺得他們 第一他們想不想回去 如果有得選他們 會不會回去選 選民會不會選他們 香港人 因為你的黨霸著 那幾個位都沒用 個個都提名可以的 我都出來突然選 香港還選不選他們 還有北京 會不會讓他們再選呢 還是一輩子不想選 這個我覺得是最好的結果 你們一輩子不要選 就換了新人 新人有機會出頭 大家年青人 政黨的年青一輩子 等候這個好消息 或者聯名寫封信給習近平 DQ 全部都沒有回來 我們有得新人 所以可以選 這樣看 如果從策略上面 假設我是中共 我現在我想真的 好好地去令到香港 真的可以實行真正的一國兩制 我用老共的說法 我當然 我是會想他們繼續選 我想他們選贏 因為他們當然 當然我承認有些是做得事的 有些的確是有做到他們的責任的 但是呢 其實不論他們有沒有盡責 還是怎樣都好 或者他們品格如何 或者他們是不是真的為民主自由負責任呢 至少我是可以預期到 他會做些什麼 他會有什麼策略 他會有什麼動作 不論如何 不論他們的 是批判的 他們從老共來說 沒錯 是批判的 因為我已經知道他們很久了 他們摸通了你的責任 他們二十多三十年 其實承諾了這麼久 來來去過幾招而已 就算他們有些新的東西 其實都是由舊的去寫出來 但相反如果我不讓他們選 一輩子都不讓他們選 做一個新的糧油出來 或者做一些完全不知名的人物 因為 這個就是跟香港的比例代表制有關 最初老共要搞比例代表制 就是確保當時屬於少數的民建聯工聯會 有一些可以進入 但是比例代表制之下 同樣地一個不知名的人物 他總之拿到10%支持 就可以進入去 糧油其實都是這樣進去的 或者很多一些激進派都是這樣進去的 你就算做了大灣區投票 你總部理由可以拿到九成幾票 如果有些人 有些不知名的人物 甚至乎他們用任何的方法 進入了閘 然後選上了 你不知道他們進入去 會做些什麼出來 進入去之後 他可能今年不做事 下年做事又可以 或者怎樣做事都可以 你有沒有留意 郭家麒自己說 我去年去 叫他們不要制裁 我們 就是 這些是我說過的 早就踢八角 楊岳橋 郭榮鏗 陶謹申 加賣業 建源 八月去美國 叫人們不要制裁 快點通過聯法例 但是不要制裁香港 通過而不要制裁 那你通過來做什麼 他們現在就說出來 那你都DQ我 死不死 人家DQ你 因為你走去美國 所以 所以 國家其實 沒有 這麽壞的事 這麽醜的事 別說了 我們是政客 我們表面抗爭 我們私下就去跟老美幫你說話 叫他不要制裁香港 是不是 我們是第二種忠誠的 對共產黨的懷有 我們是政客 是這樣做事的 現在自己說出來 我那時候罵他 那些人是以為我針對他 現在你就明白了 他自己認 不過很多人還是摸摸摸摸 這輩子還是跟著他們 沒得說的 唉 人羞沒用意 但起碼年青一代就明白 自己說的 不是我屈他 以前就說我罵他 你自己認了出來 其實有很多人 其實我都不開名 其實有不少的前輩 一些民主派老前輩 其實都知道 他們有些事是真的做得不好 只不過其實在香港 以往太穩定的環境 是令到他們實在太舒服了 太好世界了 就是 good times create weak men 我相信他們 不是真的覺得 是要不制裁 他們只是情急之下 他們未必想到 如何處理 即是他們無法解決 如何處理現在政治局勢 他們是身於 香港的黃金時代 即是八九十年代 他們來了 收成旗 是啊 為什麼不能收成 突然間什麼要冒險 是啊 我個人覺得 我對他們是萬分同情的 不過在現在這個 剛才王Sir說到 究竟 共產黨還會不會讓他們選 我覺得 我覺得 共產黨當然應該要讓他們選 這件事是符合共產黨的 的利益 是啊 的確是 果然是 跟我想法一樣的 但是 究竟共產黨如果現在可以 可以DQ四個月 令到他們總辭 我覺得共產黨又真的有機會 可能又讓他們選 又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又是覺得 他們選得進去 對 可能又不讓他們選 可能 現在又不知道為什麼 是要DQ四個 即是不符合他們的利益 我覺得這樣 如果不讓他們選 即是議會就完了 回到84年委任的情況 會是這樣 亦不會讓新人出來選 這個禁我們的情況 我覺得 還是有可能發生 還是有可能發生 但是 大家面對 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 假民主的事情 給你都沒有用 我們來這裡都欠真民主 最重要是自己的信心在這裏 世界會變 時代會變 環境會變 老共都不可以一世強大 是吧 你看歷史的潮流浩蕩蕩 孫中山講的 順之者槍 亦之者亡 現在 亦潮流的是 共產黨不是我們 我們順著那次學去 不過現在有塊石 阻礙著你 就是有一個很關鍵的 就是選舉突然延遲一年 不是延遲一年 是延遲超過一年 為什麼要超過一年呢 等於當時 為什麼鄧小平會說 五十年不變 而不是一百年不變 七十年不變 四十九年不變 是因為他認為五十年 是可以 中國和香港 香港可以由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去和中國去接軌 所以就叫做五十年不變 就是其實中國已經 沒有再需要有所謂的中國的不變 五十年很久 不過 現在又要做初判 很快 就是他需要一年 他認為需要一年的時間 當然這個是純粹 我假設他是由策略去想起 就是他需要一年的時間 先有把握 你們民主派不會過半 其實很明顯 民主派在立法會選舉的部署 是很明顯地 如果他不可能過半的話 共產黨是不用延遲的選舉 就是延遲 如果不延遲的話 又過半的話 他直接不延遲 直接去選選贏之後 但是可以說 我們繼續過半 證明我們很有民意授權 然後就是和外國政府說 有民意授權 這樣 就是這個很明顯 是很obvious的 就是代表他沒有信心去過半 所以obviously 接著究竟他會怎樣呢 或者他是不是一年後有選舉 是不是2021年呢 甚至乎之後有沒有選舉呢 其實都是沒有人知道 因為他真的說了 至少一年 他可以不斷去延遲 好像當年台灣的萬年國代 這樣 會有這些黑暗時代 但是人家都過去了 台灣面對的那樣 經過多年也一樣改變了 香港人最重要是保持樂觀 以及積極 繼續努力 總會改變的 時代會改變的 好 有沒有問題 老師有沒有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有些人就覺得不要這麼苛刻 對那些泛民 對 有些人又說 說能否罵會沒有用 反正意見兩方面都有的 是嗎 其實 我們不算苛刻 是嗎 他說不要讓他們苛刻 要罵到罵中共 有些人就這樣說 有些人又說 其實是 能否罵會是真的沒有什麼用的 嗯 我覺得 其實 可不可好 老實講 這都是很客觀的分析 基本上都是說 他們 我的時代 他們其實 是不是 他們是不是有問題呢 或者是道德上面有問題 當然不是 他們是純粹因為 他們那時候 我的年齡 他們是沒有可能 去理解到 現在這個時代的 一個這樣的轉變 或者香港的局勢 其實都是一個很獨一無二的 一個局勢來的 你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呢 和理非要和理非的思維 他們去想事情 他們覺得他們留下 是要堅持以為抗爭的一條線 他們是這樣想的 現在你 我的觀點就是 你不要一足高打神 一旋人 怎麼說 意思大概是這樣 其實現在你看到很多 民主派的議員 他們都很多按在心的 就算現在你看到很多被人 被清算 那現在就算他們摸了 立法會的議席 但是他們還有很多按在心 好像 尾兆堅要插擔罪 他也是一個尾兆堅 就是我知道的 所以 我們覺得是 香港是一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體制 就是中共下面 他們慢慢慢慢知道 中共是怎麼玩的 可能大家都沒清楚 了解到中共 是可以怎麼玩的 他們可能 未必會這樣 好像張蕭紅議員 那要多久才知道 張蕭紅議員 他說的 他們希望他們 可以感動到這個政府 我覺得 原話不是這樣的 我搞錯了 原話不是這樣的 你想想他們還要多久才知道 他們都不知道 各位聽眾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又沒有接觸這麼多上層的人 他們接觸最多政治的人 最多 甚至是中共的密使 全部 是不是 交流又有 你是議員 你接觸的人 真的跟我們不同 我們都看到的 他可以當是看不到 還有我想 我簡單一點 給大家一個邏輯 想想 我們不要對民主派這麼苛刻 那我們為什麼對共產黨這麼苛刻 這麼大一個國家要去管 這麼容易 十億人 一個人吃得飽 穿得戀 這麼容易 歷史性最強大的國家 還這麼苛刻 對他們 是不是我們很不對 你想想這個邏輯就明白了 觀察一下其實連登討論區 這樣見到其實 例如毛孟靜 或者許子鋒他們 他們其實在連登討論區 就是討論起他們 我這些年輕人 其實不會特別罵他們 但是我猜是 其實針對的 如果你說現在年輕人 或者現在這一代的人 對於民主派那種啟發 其實是一種很大程度 可以說是 恨鐵不成鋼 我相信 因為當時的 而且分開的 許智峯 沒有人覺得他不對 是啊 等於許智峯其實 他夠了 做夠了 穩定了 高佬 高佬麻煩些 高佬被人打過一次 但是力撐去臨洛會 那就麻煩些 我覺得很公道 市民是很公道的 一般人其實很公道 不是一個個民主派都這樣 當時不一樣 觀感已經大變了 這個自己決定 我們不是說 每個民主派都一樣評論 從來都不是 要看他聽其言 觀其行 很多方面 大家都應該這樣 這樣就公道 是不是 例如這一份傳單 很明顯 他裡面是有一些 邏輯上面的問題 所以就 說回 因為這份傳單 其實很obviously 是代表著 他整個卵術 他會進入全港的公屋單 總之就是進入了很多公屋單 我知道這份傳單是廣傳傳到 周圍都知道 是很高知名 到一份傳單 就是近年 還有那個罪證 民主派的文宣裏面這一份 現在說回那個問題 就差不多了 有少少問題 提一提 可能你們回應一下 可能就OK了 因為時間很長 我覺得你們都會辛苦 那個問題 現在有人說 如果是拜登作假的 那麼親親又不能回 這個是怎樣解釋呢 如果是拜登真是作假的 真是沒有避 那麼親親沒有得回的嗎 好像他說 這個不下邏輯 要有人說 不是 是全部都可以回 但是去到什麼程度 你要搞清楚 有人造假 有人騙票 有人什麼 你整件事要搞清楚 現在的程度 是不是足以推翻整個結果 那我正經投票 九成正經投票 那個結果 難道又應該隨便沒有了嗎 甚至不用重選 但是那個小數是剛剛摘戒 令到那個結果是剛剛調轉的 那就當然是口合理 是應該重選 或者要劃了那些票 就是剔回去 其實現在兩個陣營 都是在說這件事而已 就是搞清楚 投票應該投給誰的 就搞清楚了他 那我相信 美國人都是要求 追求緊這件事而已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那始終如果這個選舉 是一個不公平的選舉 那這個結果的話 那對拜 對阿特朗普一方 真是不公平 你不公平 令他公平 現在是追求令他公平 那不要被責任 是不是要追討下去呢 有選舉的法例 誰做過假的那些可以告得 有刑事的 為何沒有呢 現在沒有人說算數 不過現在說搞清楚 發生了什麼事而已 是有些人疏忽 那些公務員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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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還是根本有人 有系統製造假選票 如果搞 查得出來 當然應該追究 美國人比我們更緊張 我們 我們不要經常有結論 然後推論 大家有結論 然後找個理由 去給他自己結論 問題是這裡而已 如果你撇開 你當你是一個中立的人 你就應該這樣看 美國人我提醒你 要搞清楚這些事情 不要隨便 不要算數 以後要搞清楚選舉制度有什麼問題 不要再有這些事情發生 不是對嗎 我們的合場應該是這樣 不應該說代入去 那個贏了那個輸 那個輸 就是搞清楚才算 無論什麼事 你不要一定是輸那個責任 在他那裡 贏了那個責任就是出術 得回來 那你是代入了一個 好像宮廷劇的 我是忠祐他是奸的 那個角色 不要做這些事情 就照道理 讀了很多書人都是這樣的 我發覺很老套 就是照道 你現在有些 有些就是有些搖擺州 是有 特朗普就想上訴的 那些地方的選票 暫時就不應該寄入去拜登那裡 如果是以這樣計算 現在的票數 在特朗普是232 拜登是201核冊 因為那些關鍵州 現在還有些官司在搞的 這些全部都是數字遊戲 如果這樣就這樣了 如果這樣就這樣了 是不是 沒有意思的 我要的就是最終搞清楚了 美國人要的都是最終搞清楚了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假設一些東西 然後我就堅持一些東西 你自己 居居 這樣而已 不是大家 我不是在罵大家 讀很多書的人 都好像 好像中了邪一樣 我發覺 我猜補充一點 這件事情 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 就是其實 在中國的傳統上面 就是歷史上面 其實是沒有三權分立的這個概念 就算到現在 其實沒有三權分立 就是三權合作 表現是比我們冷靜 比我們 反而外觀的人 就太過投入 其實選舉 或者選舉行政 就是行政權 他們不緊張嗎 美國人不緊張 一定緊張的 他們自己的國家 人家有說不追究 沒有 所以法院其實是 在中國裏面 或者在歷史上面 或者整個中原地區 都是行政主導 但是在我邊 其實是真正的三權分立 法院是有很大的性 如果他覺得有問題 他可以直接介入選舉上面的數字 在介入 人家真的在干預 三權分立在發揮作用 欣賞別人這些 現在行政有問題 行政有問題 立法都有問題 但是法院不適合的時候加入 剛才好像袁爸爸也有留言 在這裡看 說中共 中共支持政變 川普出兵 沒有後顧之憂 我看到他的留言 袁爸爸留言 可能剛才你說台灣那裏 台灣那裏 講多次 他原話就是 中共支持政變 資助 資助政變 川普出兵 以莫後顧之憂 原話是這樣的 袁爸爸的政變 指拜登在搞政變 就是搞這個選舉戰 不是 他選舉的時候選舉的過程 就是一個政變 奪權的政變 如果是這樣 那特朗普這邊 就會用回對等的做法 可能他的picture是這樣 對 那特朗普的緊急法是否你覺得 沒有關係 你覺得沒有關係 根據那個權力 叫那些 即他不是叫軍隊進來 他是用緊急權力 禁止那些企業再去投資中國的市場 就是 我對企業 就是 他是用那個權力去做那件事 因為那件事 那個緊急權力 就不會被 國會 即是不會被法庭 阻止 是 因為他 TikTok 微信 他做 行政命令 被人停了 那這些複雜的事 讓美國人搞 究竟他這次的緊急權力 是不是適當呢 我們林鄭美 用過緊急權力 被人挑戰 法庭也挑戰了他 那就好 有這個制衡 那特朗普這次可能也是亂來 時事亂來 那不看 但是他 我想不會挑戰他 因為兩個月而已 明白 那就差不多了 不過剛才有人提問題 因為你說台灣的時候 有些香港人提問題 就說中英聯合生命又怎樣 這個可能 歷史文件 中英聯合生命 就當歷史文件 你中美三個聯合公佈 當然是歷史文件 美國人用回這個邏輯 一跌下去 喂 簽了 是一個條約 來的 跟國際法 根據1982年的條約法公約 中英聯合聲明在聯合國登記了 是正式的條約 來的 是那個條約法管 你都尚且不跟 又不找人仲裁 何況你美國和中國之間 大家開會 維持聯合關係 開完會 發表一個我們大家有這樣的看法 的一個公佈 我們的看法變了 現在就不要了 所以說得很久 那些不一定有效 它的嚴肅性 遠遠低於中英聯合聲明 中英聯合聲明 你都可以說 歷史文件 不要了 現在美國就說 還是歷史文件 從來都是歷史文件 現在我的理解不同了 不要了 我這樣 你吹得它仗嗎 它完全可以的 不過它是不是 做這件事 現在 因為你其實 都不重視這些 承諾的東西 中共 是不是 那你都不要亂 我們落電這些現象出現